首先感谢大家一直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 然后谢谢所有留言提问的弟兄姐妹 然后我也希望这个问题解答能持续的进行吧 然后希望能够解答大家一些长久的问题 那我收到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回应 那我这边的问题的有从去年12月份大家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还没有回答到的 所以我就先从这个12月份的问题开始回答 好吧 嗯 OK 然后如果有重复的问题 那么我就不去过多的解答 然后另外如果你一次提问了太多的问题的话 我就会挑一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来解答 然后把更多的机会也留给其他弟兄姐妹 好吧 OK 我们在回答问题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好吗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安静在你的面前 来思想 祝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 和你话语当中所包含的一切的真理 嗯 祝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知道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意志 嗯 还是受到了罪的影响 所以我们有许多的事情 嗯 虽然借着你的启示 我们也常常对你的启示有错误的理解 嗯 但是祝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 嗯 来克服我们各样的缺陷 嗯 祝我们祈求你亲自来 啊 光照我们的思想 嗯 来借着接下来的这段时间 教你自己的百姓能够更加明白你的话 而且也因此 能够 啊 更加的荣耀你 啊 直到我们 啊 所思所想 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于你 所以求你特别的看顾我们 啊 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 啊 如果你暂时听不到我说话的话 那 我也没有办法 可能是你的设置有一些问题或者怎么样 啊 但是如果你 听不到的话 可以回头去看其他的重播 或者是有在群里面如果能够发送这个音频的话 那可以去听 我这边的我这边一直在提示我说网络连接不佳哈 那为了确保这个的话 我在我这边本地我再录一下音 好吧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回到去年12月份 有一些弟兄姐妹提到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回答 我先回答这个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 啊 人姐妹提出来的 她她的问题是神用六天创造 请问这六天是指 啊 六个自然日 还是指 啊 六个时期 还是一段时间 啊 如果是 六天 指一段时间 而第七天是安息日 只是一天 那么这样的解经是否前后不一致 啊 请问您对神导进化论是什么看法 然后长老会是是否认认同真实的六天 还是一段时间 OK 这是关于创造日的时长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在上一次问题解答的时候 我啊 把这个问题越过去了 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啊 而且不仅是非常大的问题 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今天 所以而且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强烈的情绪在里面 那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我们今天所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 那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就是我们今天受到了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挑战 对于传统的基督教对宇宙起源的解释 啊 所以那这个问题背后包含着非常多的层面 那也我也不太可能去把所有的呃 背后暗含的一些问题全部都解释清楚 那我也不认为我自己在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只是提出一些呃 一些大的思路 啊 然后呃 试着帮大家去整理一些怎么去看待不同的观点 有哪些原则可以去应用 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坚持的 什么事情是我们啊 需要去啊 啊 怀着一个比较敞开的态度去面对的 OK 那首先呢 这个问题背后包含着很多这种宇宙观 啊 世界观等等的一些宏观的问题 啊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 我们涉及到就是说 呃 进化 这个 是不是一个可以在科学上观察到的现实 啊 进化 另外进化 也包括宏观层面的进化 微观层面的进化 啊 在这个进化当中的证据都分别是什么等等 这是从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个进化论 那 从这个这个问题可能跟我们的现在讨论的问题 并不是特别直接相关 啊 那在进一退步从科学的层面进进到哲学的层面 呃 进化论对于 呃 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挑战在于从哲学的层面上 啊 也就是包括 宇宙的起源的问题 物质的起源的问题 生命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 等等 呃 所以进化论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上的问题 它更更多的时候去 我们面对的时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是一个这上升到这个层面上就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那这个哲学的问题 呃也会带来在神学上的一些 一些层面的讨论 也就是例如当谈论到生命的起源 人类的起源等等 呃 是否 呃 圣经所谈到的创造 呃 上帝的创造和进化论之间 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 啊 谈到人类的起源问题的时候 就是要讨论到是否有一个历史性的亚当和夏娃 是不是有真实的这样的人存在 呃 呃 包括谈到了死亡的问题 是不是有堕落的事件发生 呃 另外可能在神学上涉及到创造六日当中 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和他的护理的工作之间 到底是怎样进行的 那 那 涉及到创造日本身 啊 比较细节的解经层面上 那就 谈到了这个 这个 希伯来 与这个 天 也就是日 啊 第一日第二日这个日 用这个词的解释 到底用是 只有一个单一的意思 还是有多个不同的意思 啊 创世纪当中记载的 六天 六日 和第七日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 啊 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这个 文学的结构 啊 文学的用词 和他所使用的文法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从解经的层面上 就涉及到实践的层面上 我们对创造日的解释 啊 对 啊 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从属灵生命的 层面上来讲 到底 有什么样的影响 啊 创造日的时长 是否是判断正统信仰的标准 等等 所以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很多很多的层面 啊 为什么我的网络这边一直是 一直卡 卡断的呢 不知道 啊 那我们就不管 不管这么多 反正我这边有录音 所以我就继续讲下去 而另外从你的问题当中 你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关于神导进化论问题 啊 我先简单的 啊 先讲一下这个神导进化论 啊 当然我也不是专业的人士 神导进化论 theistic evolution 这个 这个 这套理论呢 是在 自然科学的圈子里面 是不被视为是一个可以 呃 接纳或者独立的一套理论 啊 它在科学的自然科学圈子里面被视为是一种伪科学 但是同样呢 在很多信仰的圈子里面也是受到排挤 特别是 啊 保守的啊 基督教圈子 或者是 不光是基督教圈子 包括在 啊 穆斯林对吧 就是伊斯兰教等等 他们都会 排挤这个神导进化论 所以它是 所以这套 这套思想是这个 两边都不讨好的一套一套理论 那 神导进化论本身也不是一个单一的 一种思想 它里面有不同的代表者 代表的声音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立场 它主要是 呃 用来反对 自然进化 或者被称之为叫做不定向进化 呃 undirected evolution 它是反对这种不定向进化的思想 它 主要强调的是进化 虽然是 OK 有进化 但是它是一个被导向的进化 而且这个导 而且这个主导进进化的方向和进程的 是神 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呃 有一些神导进化论者的思想 呃 他们是站在一个基督教的角度去谈 也就是他们 他们的一些立场会跟基督教更相符 有一些则不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去谈的 那 非常 非常 呃 混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所以一个一个概念 所以不是 不是铁管铁板一块的一个一个概念 那 我主要就是想提一些 就是说 不论你把它称之为神导进化论 还是 称之为其他的 哪一些思想 是不符合圣经和正统的基督教思想的 ok 不符合圣经 不符合正统基督教思想的 那首先第一就是 如果一个人宣称 这个世界不是上帝所创造的 那这肯定是不符合圣经的 啊 那第二是提到说 虽然上帝创造了 但是上帝 的创造只是创造了一些原始的物质和自然率 然后就让这个物质 按照自然率去自行演化 上帝并没有参与到 实际的最后造成这个世界的结果的 这个过程 那这个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这个是比较典型的 自然神论 就是上帝创造了之后就不管了 那否定了上帝的护理 啊和上帝的持续创造的这个 这个交易 那第三呢 是说上帝确实参与了 创造完整个宇宙的过程 但是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确定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控制 是最终创造所产生的结果 那这种思想也是错误的 第四是说 认为有生命的存有 是从无生命的存有当中 啊自然 产生出来的 不是通过上帝的创造的工作 产生出来的 那这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那 涉及到 人类的起源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宣称 没有历史上真实的亚当 夏娃这样的历史的人物存在 那这样这样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涉及到死亡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说 呃第六点 如果一个人说上呃 人起初被造 本身就是有缺陷的 没有堕落的事件 之前 人就会死亡 那这样的说法也是不符合圣经的 所以 呃所以 我觉得 你主要去看他到底在说什么 如果他说的是不符合圣经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 予以 予以拒绝 那如果说他所说的 和圣经的正统的这些 啊教义和立场是相吻合的话 那么 我觉得我们就不必太太多的 有这种 啊不要听到就是说 哦他支持 啊神导进化论 或者怎么样的 就完全一下子就都拒绝 啊还是要具体去看他到底在说什么 那接下来就谈谈过了这个神导进化论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创造日的长度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在2001年在URC的总会上 啊也讨论过 啊在2002年的PCA总会上讨论过 在2004年的OPC的总会上也讨论过 啊所以我在这里呢 啊只是摘抄了一下OPC的这个宗派 在他在2004年讨论到创造的这个最后的研究的报告 那我的大部分内容是从那儿揭成 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报告 大概有100多页 而且是非常啊非常提提出了很多很多这些不同的观点 嗯 那 那 他他总共提出了5个观点 OK 第一个观点 是指说创造日和普通的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太阳日 或者是就是我们来称之为这个 啊 常规的我们所说的这个24小时 啊 当然这个24小时也不是特别的精确的 就是地球自转一周的这个时间 啊就是创造日的时间 那这个观点 那这个观点是在 啊中世纪 啊中后期 一直到18世纪左右 是普遍的教会的大部分的人的立场 那在今天 啊现代的 啊持守这种立场 或者是 啊支持这种立场的主要的发生的一些人 在长老会圈子里面 啊例如像 Ligan Duncan 啊就是 这个 RTS的 这个 总的 主席 啊 David Hall Joseph Peeper 等等 啊 那这个是 嗯 当我们想到说 保守的 所谓保守的 基督基督教的立场 对创造日的立场 那这个是 这个是最 嗯 最典型的 创造日就等于我们今天的普通的过的这一天 这是第一个立场 第二个立场 是指创造日的长度 是 没有具体说明的 创造日的长度是没有具体说明的 Unspecified length 啊 那持守这个立场的 呃比较有名的代表 啊 一个是 Herman Babinck 巴文克 啊 像 Abraham Kuyper 啊 像 BB Warfield 啊 然后 像 EJ Young EJ Young 是 上个世纪在 啊 Westminster的一位 旧约的教授 啊 所以 大概是在20世纪 啊 初期 啊 大概 一些比较著名的改革宗的神学家 会持守这个立场 嗯 等一下我会 啊 更详细的 简单的讲一下这个 创造日的在历史上的不同的观点 这是第二个立场 创造日的长度 我们不确定 第三个立场 相对来说更 更 正面一点 就是 叫做Day Age View 呃 这个立场认为是 创造日 的 每一天 指的是一个时代 指的是 比如在地质学研究当中的 某一个时代 的这个很长的一段长度 这个观点主要是 想要跟 啊 比较近期的 这个地质科学的研究 啊 把地质科学研究的一些结论 套用在 创世纪的解经上 所以 呃 特别是在十九世纪 啊 当地质学研究 开始出现一些成果的时候 啊 一些神学家会 啊 比较积极的把 这个研究的成果和解经套在一起 那代表这个创造日 是代表一个 这个地质时代的 啊 在改革宗圈子里面 呃 有一些人 有 持这种观点 比如说 啊 Charles Hodge 赫志 A.A.Hodge 啊 这些都是老普林斯顿的神学家 然后包括 William Shedd 包括 J. Gresham Machen 啊 梅清 就是 新闽神学院的创办者 啊 这个 梅清博士 啊 这是第三种观点 就是创造日等于一个时代 每一天等一个时代 那第四种观点 呃 是 叫 呃 第四种和第五种观点 是更倾向于 呃 不去看 到底 这个地质科学研究到底有什么结构 我们就 从解经的角度 从创世纪的文学的创作的角度去看 那第四种观点 叫做 呃 把创造日的记录 呃 作为一个文学结构的框架来理解 所以这个观点 在英文里面叫做frame work view frame work view 啊 那指的就是 创造的记录 六日创造 他并不是 呃 告诉我们 创造的时长到底是多少 而是说 他是有一个文学结构在里面的 那 这个观点的代表的人物 啊 在改革宗里面 呃 一般都是圣经学者 比如说 啊 Hermann Ritterbos 李德博斯 啊 Mark Futado 啊 Merides Klein 啊 那Merides有的人就把framework view 当作是merides Klein的 这个独创的 这个独创的 一个 一个 呃 观点 但是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独创的 呃 那 这是第四种 呃 观点 第五种观点 是认为 创造的记录 创造日的这个六日创造的记录 是 一种文学类比的手法 啊 英文里面叫做analogical view 那也就是说 创造日 跟我们今天 所 经历的地球自传 一周的这个 时间 呃 它没有一个 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但是 上帝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去 启示 创造的过程是 呃 用类比的手法 呃 告诉我们 呃 到底发生了什么 啊 所以 持这个 呃 类比 观点的 比较有名的是 John Collins 呃 呃 Cornelius Van Thiel 范太尔 呃 有的人把 巴文克也 巴文克也 也放在这个观点里 因为巴文克自己的观点 不是特别的清晰 所以有的人会把 巴文克放在analogical view 因为有的人会把它放在un specified view里面 啊 另外就是W Robert Godfrey 啊 葛福雷 就是 我的审讯院的老校长 啊 所以 在这里面简单 介绍一下 这五种不同的观点 那 OPC的报告并没有给出一个 结论说 到底这五个观点里面 哪一个才是 啊 唯一正确的 实际上他说 这五个观点 其实在改革中 长老会的 呃 教会里面 都有 不同的神学家 呃 采取这样的观点 所以 这五个观点都是 呃 都是在可接纳的范围里的 那 我接下来简单的去 简单的去 从这个OPC的报告里面 去摘录了一些 就是 教会 从历史上 2000年的教会 历史 不同的神学家 对于创造日的 呃 一些理解 OK 到底这些观点 呃 在不同的时期 哪些是主流 哪些是 呃 哪些是 这有一些观点上的改变 首先从初代教父的时期 开始说起 那在初代教父的时期呢 呃 谈论到这个问题的 呃 人不多 但是 主要的几个代表 呃 一个是Origin 呃 俄利根 这是在亚历山大的 这个 一位 很重要的一位教父 他认为 创造前的 前三天 就是创造日的前三日 因为第四日是造太阳 所以创造日的前三日 不是我们今天普通的太阳日 就是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 太阳东升西落 这样的一天 呃 而在教父时期 最有影响力的 应该属于Augustin 就是Augustin 那Augustin的观点呢 他是认为创造是一个 顺时发生的 一个 一个一个事件 不需要时间 没有时间的长短 所以 Augustin的观点 在中世纪 早期到中期的时间 是大部分解经家所认同的 那就是认为 实际上上帝创造万有 是顺时发生的 呃 那在教父时期 还有另外一位 呃 教父 教父 他的名字叫做 呃 Basel the Great 大巴西流 呃 大巴西流 则认为创造日 跟我们今天普通的太阳日 的时长是一样的 那所以在中世纪 呃 在中世纪的早期 中世纪 虽然大部分的解经家是 呃 认同 奥古斯丁的解释 但是到了中世纪的晚期 开始 巴西流的解经 则被更多的神学家所认可 所以从中世纪的晚期 一直到呃 宗教改革 十六十七世纪 至到十八世纪 大部分的神学家 对于创造日的解释 都是延续大巴西流的解经 也就是认为创造日 和今天的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天 是时间长短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 个别的 例外的 比如说 呃 William Perkins 呃 有清教徒的 清教徒 被誉为叫清教徒之父的 这位神学家 William Perkins 他就 比较接近于 origen 额利根 或者奥利金 这位教父的立场 他认为 创造的前三天 不是我们今天的太阳日 那另外 在 西敏大会上的一位神学家 呃 他的名字叫做 John Lightfoot John Lightfoot 他认为 我具体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他认为 创造日的第一天的 长时间长度是36小时 呃 但是在西敏大会上 就是这个 不是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 尽管他们的确讨论过这个问题 所以 但是 当时大部分的神学家都会认为说 按照大巴西流的解释 就是创造日和今天的每一天的市场是一样的 所以 呃 直到19世纪中期之前 大部分的神学家在他们的神学讨论 神学思想 写作当中 都 呃 几乎从来没有具体讨论过 创造日到底有多长这个这个问题 呃 直到1845年才开始有人讨论这个问题 那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其实是在达尔文出版这个物种起源之前 呃 所以的确那个时候开始人们因为地质学的 呃 这个发现等等 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 呃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出版的 但是在达尔文 呃 出版物种起源之前 是在他出生之前 就已经有一些人开始 讨论 呃 地球的年龄的问题 呃 比如说当时有一些地质学家 他们通过研究这个岩层的 不同的 岩层 开始认为 呃 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6000年左右的 呃 地球年龄 跟他们所发现的岩层表现是不一样的 呃 所以有一些地质学家他们也都是基督徒 他们并不是达尔文主义者 对吧 当时达尔文还不 没没出生 呃 他们就开始提出这个所谓的叫做day age 这个这个理论 day age理论就是指创造日一天代表一个时时代 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 呃 提出一些理论来解释这个现象 其中一个就是day age 那另外一个更流行的当时更流行的一个理论叫做gap theory gap theory翻译成中文叫做间隙理论 间隙理论 呃 所讲的是说 不是说每一个创造日呃 呃 代表一个时代 而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 和第三节之间 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 有一段间隙的时间 这个间隙的时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叫做gap theory 另外也有一些变种的gap theory的理论 呃 也开始出现 呃 有的人认为说在摩西记录创造的那个事件之前 地球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 啊 或者是上帝有很多次的创造等等这些理论 但是一直都会有反对这个day age或者是gap theory的声音 那么在呃 十九世纪 这个劳普林斯顿的神学家们 他们主要还是day age 要么就是day age 要么就是认为长度是不可知的 那到了二十世纪 也就是比较近代的时候 很多神学家开始不满足day age或者gap theory的解释 他们认为这些解释有点太牵强 而且是硬把这些地质研究的一些啊 暂时的理论套用在解经上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对于对于解经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很多人他们放弃了day age 呃 这种这种思想 开始认为说我们不能够确定创造日到底有多长 那就像例如巴文克 巴文克 凯波尔 EJ Young等等 他们开始说 我们真的不知道创造日到底有多长 呃 我们也不知道创造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长度的定义 他们也不认为 呃 解经家们有这样的能力去这样做 那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 也就是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时间 很多的解经家他们 开始不再把这个创世纪的解释 特别的硬套在一些科学界或者地质研究的结论上 嗯 如果我们仔细看创造的六日的记录 我们就会发现这六天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结构在的 它是有一个三三的结构 前三天是一个结构 后三天是一个结构 前三天的创造跟后三天的创造 是平行对照的 那所以 嗯 这个我想简单的提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仔细看创造 创世纪第一章的记录 首先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 第二天上帝创造了空气 第三天 也就是上帝 第二天创造了天 对吧 空气 天 第三天上帝创造了海和陆地 OK 所以前三天第一天创造了光 第二天创造了嗯 天 第三天创造了海和陆地 然后与此对应的 第四天对应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在天上的光 呃发光的光体 对应的光 对应的光 然后第五天 对应第二天所创造的天上帝 第五天创造了飞鸟 呃 然后第 第六天创造了在陆地上的动物 对吧 嗯 所以第六天创造了动物和人 所以 嗯 所以这个 呃 Ridabos说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前三天后三天的结构是很明显的互相对应的 那到底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呢 其实 嗯 嗯 这些圣经学者他们 找到了一节经文 就是已经解经的原则 这些经文呢 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 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 那这节经文呢 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至少和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嗯 嗯 我看一下这个其他的一本 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一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 如果你读英文的话 如果你们会读英文 你看你看中文翻译是 创造 呃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对吧 这个其实是 嗯 很 很不好 很不好的翻译 啊 ok 新一本也是说 这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这个 我看看其他的版本 有没有 和和本修订本 看一下 ok 和本修订本 把这个 稍微翻译出来一点 和本修订本说 天和地 以及万象 都完成了 ok 那如果你读英文的 比如说你读ESV 那里面说第二节 第二章第一节说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ere finished and all the host of them ok 所以 在说的是什么呢 天和地 都造完了 以及在 其中的 这些 充满的东西 对吧 充满的 host 就是 掌管 这些领域的 啊 这些活物 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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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节就解释了第一章 创造六日所记录的事情 所以前三日 上帝创造的是 是 创造的是 天地 ok 上帝创造的是 呃 我们可以说 领域 呃 上帝创造了光 上帝创造了天 和 呃 上面的 上面的水 和下面的水 然后 呃 第三天创造了陆地 然后接下来 后三天创造的就是 这些hosts 那在天 在光的第一天创造光的领域里面的host 是什么呢 就是天体 呃 就是光体 光体是 在光的领域里面的host 这个 你可以说是领主或者是 或者是 啊 占据这个领域的啊 这些这些这些东西 然后呢 针对第二日所造的在天上的 呃 清的水 对吧 成为天 然后重的水 呃 这个成为 是水 水分成为 分为上下 然后呢 针对这个领域 就造了 呃 飞鸟和 和鱼 然后 第三天造了陆地 对吧 让路让汉地露出来 就是汉地这个领域 针对的就是第六天 生出的活物来 啊 这些牲畜昆虫野兽等等 以及人 所以人是在陆地上生活 所以 所以 这个结构 三三的结构 对应着第二章第一节 啊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 是就解释了一下 这个前面六日的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 这种 这种 啊 从 经文的解经的文学的结构上来讲去解释这个 所以 Rilabos 啊 他所代表的这个叫做 framework view 就是 文学结构上来讲怎么去解释 那 framework view的确有一些自己的问题 但是 那我在这里就不去 深入去讲 但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 有一些吃framework view的人 他们似乎打破了这个 六日的这个 顺序 那有的 有的人是认为在 比较 比较具体的解释问题上 就是在这个 六日创造的记载当中 在 希伯来语的语言文里面 啊 他是一个 啊 叙述式 他里面会用这个Vav 这个Vav Vav 什么 那这个叫做Vav consecutive 他们会认为 有的人会解释说 这个Vav consecutive 并不是指时间的先后次序 有的人会 会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 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 就会觉得 嗯 他们 是不是想要 啊 说这个没有六日的这个顺序在 对吧 啊等等 但是 我就不去深入的去 去去解释 就是不同的view的这些 批判的问题等等 那 那回到这个 你所提的这个问题的大的一些原则 我想提出一些大的原则来 首先啊 一个大的原则就是说 我们需要知道说 这个问题在 在教会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是没有作为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去讨论的 呃 1000多年的教会历史 2000年教会历史 只有在我们今天才会特别把这个问题放大 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独特的历史时期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达尔文的进化主义 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之下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尖锐 呃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 教会会说 OK 创造日到底有多长 呃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OK 呃 我们并不会把这个问题 呃 摆得那么的重要 呃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 圣经里面讲到的更重要的东西 呃 比如说 我们我们所谈到的救赎的 对吧 最如何解决我们的恩典 呃 到底是什么上帝给我们在基督里的恩典 到底是什么等等等等 那当然 我不是说创造的这些 这些概念不重要 创造的 创造的教义非常的重要 创造的教义支撑了整个救恩的教义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一些最基本的 呃 创造的一些基本的教义的 对吧 首先我们需要坚持创造的确存在的吧 上帝的确创造 嗯 创世纪的创造的记载是历史的事实 这是我们需要肯定的 嗯 的确有一个历史的亚当存在 对吧 如果没有亚当存在 那么 嗯 接下来整个的救赎的 这个 这些这些这一切都都没有意义了 对吧 如果如果没有亚当 没有亚当的堕落 那么就没有耶稣基督作为末后的亚当的必要 所以所以创造 所以亚当的历史的真实性 亚当的堕落的真实性 这些都是 嗯 我们基督教这个最根基性的这些教义 嗯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当神学家们说 到底创造的创造日到底有多长 这个问题 并不是一个 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 嗯 我们一定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立场的问题 嗯 很多的改革宗神学家 近代的 古代的 他们都 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 但是并不影响他们对整个基督教的 啊 这个 福音 啊 包括一些创造的教义等等的这些理解 那另外在我们去 特别讨论到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需要明确的知道的是 上帝启示他自己是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他的普遍启示 一个是他的特殊启示 那普遍启示就是这个受造的世界 自然 自然界 整个宇宙 那特殊启示就是他所书写下来的圣经 嗯 那上帝透过这两个方式启示他自己 所以 所以 嗯 嗯 我们需要知道说有一个合理的正当的普遍启示存在 而人们透过研究普遍启示可以 啊 能够获得获得一些真理的 那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说 堕落在我们的思想和头脑上的确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呃 这种堕落在我们的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 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普遍启示的理解 也影响了我们对特殊启示的理解 当然我们相信圣灵的光照等等 呃 那这意味着当人 堕落的人去研究普遍启示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等等 他们的理解 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正确的 所以我们不必要去把所有自然科学 现在的研究的成果拿来都当做是绝对的真理 对吧 比如说这地层的研究对吧 这些放这个到底 宇宙到底有多多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不必要去把它这个当做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去看待 但是同时我们反过来也需要明白说 我们对特殊启示的理解也同样受到堕落的影响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看到 教会基督徒在解经上也犯过很多严重的错误 而且这些错误已经被证实是错的 比如说 在教会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认为 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 日心说跟地心说这个非常有名的例子 哥白尼的案子 对吧 所以包括像马丁路德说 哥白尼这个人胡扯的 对吧 就是他这个 他这个观念肯定不对的 但是后来 我们今天 正证实说 OK 哥白尼是对的 教会的当时是错的 包括地球是平的 对吧 上面有一个穹顶啊等等等等 这种对于 很多的时候我们 教会说你看圣经不是说的很明确吗 但是 其实 并不是这样 是因为我们对特殊启示的理解 产生了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区分的就是 我们的解经的结论 不能够代表圣经本身成为权威 我们坚持唯读圣经 但是我们不坚持唯读我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 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需要保持谦卑 有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在创造的那个时期 特别是谈到这种创造的 创造的时候我不在 我不知道上帝到底花了多长时间创造 我能知道的是 圣经以我能够理解的方式启示给我 ok 但是我对圣经的理解不能单一的 univocally 等同于圣经本身 所以这个是最后我想要落脚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创造日的确是一个非常热议的话题 是一个充满着争议的话题 充满着非常强烈的情绪的话题 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不同的观点 而从来没有任何的时候 教会会拿着这个观点来作为衡量 你的教义是不是正统的 不是作为判断正统的一个标杆和标尺 所以这个是我最后要落脚的一个地方 ok 我知道这个问题非常的长 所以我花了很大的一段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我知道肯定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 然后可能会 如果你是站在坚持24小时的 可能你会觉得我不够坚定 如果你是像站在其他的角度 可能你会觉得我不知道 反正可能不同的人会对我的回答有不同的反应吧 但是这是我想给大家呈现 这也是OPC的报告最后所呈现的 所以ok 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很久了 是不是已经快到一个小时 45分钟 好吧 这些都已经回答了 ok 这个问题是说 圣徒在天堂上的奖赏 与其在今世的努力有关吗 举个例子说 保罗和在十字架上的强盗 在天上的赏赐不同吗 如果不同赏赐的标准是什么 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 是 的确我们在天国的赏赐 会有不同 嗯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纠结过 嗯 首先我学说的是 它跟救恩无关 对吧 所有的人在耶稣基督里都会 承受永生 对吧 跟永生无关 跟永恒的国度无关 等等 嗯 那我们在天国所获得的奖赏 的确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 而这的确跟我们在今生的成圣和善行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机械式的 而我们的赏赐 则最终来讲 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而不是我们所配得的 所以就算是 啊 就算是 有赏赐的程度上的差别 并不是因为我比另外一个人更配得这些 因为我的 就像海德伯·奥利文达所说的 就算是在今生最圣洁的人 在顺服上帝这件事情上 在成圣的这个道路上 他也只是刚刚起步 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行 本身来讲 并没有毅力功德 本身并没有能够向上帝讨奖赏的 这个本身的价值 而上帝愿意赐给我们奖赏 是出于他的恩典 至于上帝赐多少 这个是我们所无法知道的 但是上帝不会让那些 让那些可慕他的人 或者让那些为他受苦 为追求他而承受很多极大代价的人 让他们所受的苦 或者让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变得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奖赏 天国里面的奖赏 之所以会有所不同的原因 而这个不同并不会产生嫉妒或者纷争 因为到时候上帝所赐给每一个人的 都是远远超乎我们自己本身所配得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想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 我们不知道这个奖赏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回答的话是上帝的恩典 而不是我们自己本身配得的功德 OK 然后最后回答一个 最后回答几个问题吧 我尽快简单的说吧 一个解经的问题 是宋弟兄提出来的 关于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 这个问题我在之前回答过 以前讲这个基督教要义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时候 简单的提到过 就是关于这些经文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借着水跟血而来的 不单是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做见证的原有三 就是圣灵水和血 这三样也都归于义 关于这个解经 简单的回答 我的解释是说 这里面的水指的是 耶稣基督在受约翰洗的这件事情 还记得在他受约翰洗的时候 圣灵如鸽子一般降在他的身上 然后天父在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所以那个是上帝被他去见证的时候 然后血呢指的是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 所以做见证的是圣灵水和血 他在提到血的时候 提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的时候 圣经也说他是借着永恒的灵 永恒的灵就是圣灵 借着圣灵 把他的血献上的 所以在在在 所以说这个 这三样归于一 指的就是说 他们的见证是 是一致的 他们的见证都是见证 这位是上帝的独生子 为世人舍命 是除去世人 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羔羊 这样的一个事实 OK 所以 他们都是对 上 耶稣的身份的一个见证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去解释这个 OK 那然后 我们再 再多谈一个问题吧 改革宗把律法三分 礼仪律 民事律已经不需要遵行了 但是耶稣却说 律法的一点一话 也不能废去 不论是任何人不遵守 这诫命又不教导人遵行 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小的 这如何理解呢 OK 首先 并不是改革宗把律法分为三个部分 而这个 这个区分是从中世纪历史 教会历史一贯延续下来的 那 另外 这样的区分也并不是说 礼仪律和民事律不需要遵守了 对吧 而是说 礼仪律和民事律在基督里已经成就了 他们 具有预表性 所以 当耶稣基督来说 律法的一点一话 不能废去的时候 耶稣说两个事实 一个事实是 道德律 也就是实戒 上帝的这个 上帝的对义的要求 不能被 不能被废去 所以从道德律的角度来讲 律法是没有被废去的 上帝对 达到他律法要求的公义 一直都是这个要求 那从礼仪律和民事律角度来讲 就是从预表的角度来讲 耶稣也没有说 耶稣的意思是说 这些律法 不会被废去 而是我要来成全 他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被废去 都要被成全 都要被fulfill 都要被实现 都要被应验 所以他应验离律 应验民事律 就是指的是 在离律当中所预表的那个 献祭 那个羔羊 除去罪的羔羊 那个献祭的祭祀 那个献祭 上帝同在的那个圣殿 都在基督自己里面 耶稣来 他应验了 他满足了 实现了 旧约离律所本身指向的 所有的这些预表所本身指向 他本身就是那位爱临舍的以色列 他本身就是那个完全顺服上帝的 儿子 所以民事律在耶稣基督身上也被实现了 所以 所以并不是说 离律跟民事律 从此就 就是 没有被满足 相反 他们是被满足了 因此 他们 在新约的教会不再适用了 所以这个也是 普遍的 改教家们对耶稣这段话的理解 所以 呃 可能 从更简单的角度去理解 你可以把这里面的 诫命 对吧 诫命指指的是道德律 ok 呃 还有一些问题 嗯 好 我们今天就先回答到这儿吧 我觉得 下面一些问题还是 还是很 需要 去比较详细的回答吧 对 你们提的问题都很好 那 也 而且不是简单一句两句都能够解释的清楚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 对你们多负责一点 对吧 稍微 给你们解释的详细一点 ok 那我们今天就解答到这儿 我大概 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 嗯 嗯 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 好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思想 我们心中许多的这些问题 祝我们 知道我们的有限 我们也知道 我们的有罪 我们知道我们的 头脑 常常被我们的罪所蒙蔽 所以我们无法看到你的真理 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在 基督里 借着你的圣灵的光照 能够让我们认识那个最重要的真理 就是 啊 你要 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 他的十字架上的工作 和他的复活 为我们成就了 那个永恒的救恩 嗯 教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 尽管我们对你的认识是如此的 啊 有缺陷 甚至被罪玷污 但是 我们可以在基督里 真正的 啊 称你为我们的天父 啊 也借着基督 啊 使我们 能够有份于你的 你的家 你的国度 因此 主我们祈求你继续 叫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 能够 嗯 继续仰望我们这样的救主 他在天上如今也被我们代求 所以就求你 看顾你自己的教会 知道你的教会在这个地上 会不断的受到啊 各样思潮的攻击 啊 面对不同的挑战 有的时候 你的教会也会充满着各样的违信 和 啊 错误的 错谬的思想 嗯 但是主我们知道 啊 你拯救的计划 不会落空 啊 你要 然后 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已经应许我们 他要建立他的教会 因见的权品不能够胜过 所以主我们感谢你 是我们有份于你的教会 我们也期盼着啊 我们救主再来的日子到那一天 啊 他要啊 胜过一切的仇敌 要把所有的敌对的势力都丢丢 丢进那个永恒的烈火当中 并且要带我们进入到那个新的国度 新的新天新地当中 到那一天我们就可以 啊 完全的摆脱我们的罪 能够充分的享受你一切的真理 能够看到你永恒的荣耀 啊 按照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是我们期盼着那天的到来 啊 也劝你继续的啊 兼顾我们的信心 啊 与我们同在 也保守我们 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 啊 侍奉我们的 我们的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在家庭的生活当中 和我们在教会当中 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求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那跟我们的祈求 有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在家庭上 我们在家庭上 我们在家庭上